大家好,我是老圣 今天有一个加湿器需要维修 客户反应加湿器不工作 家里非常干燥 我们到现场以后 看一下加湿器是Brandt的 看一下它这个Damp的位置 也是对的 也就是说冬天的时候 应该放在打开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应该拧到Winter的位置 夏天呢,放在Summer的位置 也就关掉了 上方有加湿器的控制器 看一下它的型号 现在我们看到 湿度控制器的控制钮 是在Off的位置 正常来讲 湿度的设定 应该大概在40%到60%左右 体感会比较舒服 当然,你看下方 应该是老外安装的时候写的 夏天Off 那我们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夏天也不会把它调到Off的位置 而是通过湿度来控制 因为夏天湿度一般较大 所以我们把湿度调节在40%到60%左右 夏天一般来讲是不工作的 我们打开加湿器的盖子 看一下加湿器的里面 再检查一下damper 工作是正常的 再看一下加湿器 这个滤网 这个滤网看起来很干净 根本就没有用过 也就是说 里面根本就没有水流过 应该来讲 从安装了到现在 根本就一次就没有工作过 让我们看看这个电磁阀的线 是通到了控制器上 我们再看看供水管 进水阀门是打开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通过滤网的水管 里面是没有水流出来 那就是说 系统根本就没有启动 把它放回去 现在我们要检查一下 它的控制系统有没有电 我们从暖气炉电路板上 可以看到 加湿器的电源线 是接在了G和C上面 也就是说 当Furnace风机启动的时候 加湿器就会通电 现在我们要检查一下 它的控制系统有没有电 两个线头拆开以后 我们用万用表测一下 这个两个线头的电压 我们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差是0 那我们发现暖气炉的吹风马达并没有工作 那我们现在要让暖气炉 那我们现在要让暖气炉工作起来 有空气循环以后再进行测量 两个线头之间还是没有电压 但看到万用表 但看到万用表电压感应灯亮了 这说明线上有电了 这个时候 我们分开检测 每一根线对地的电压 发现这两根线 对地的电压都是27伏电压 也就是说 线上是有电的 让我们检查一下 加湿器的控制器 是不是工作正常 我们把加湿器的控制器的盖子 打开以后 看到有两个接线端子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两个接线端子的电压差 这两个点呢 在湿度达不到的时候 应该闭合 湿度达到以后 就要断开 现在是27伏电压差 也就是说 这两点是断开的 然后我们转动一下 控制湿度的钮 听到嘎登响一声以后 就知道它的状态 应该已经改变了 这时 我们检测的另一个状态 它的电压差 也是27伏 这说明 这个控制器 已经不起作用了 不管在什么位置上 电压差都是27伏 说明这个控制器 已经坏了 然后把它拆下来 上面有两个螺丝 我们把两个螺丝 拧下来以后 把控制器拆下来 拆下以后 把深的控制器的底座装上 现在控制器底座 和旧的不大一样 但也是两颗螺丝的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安装 这个加湿器的控制器的时候 安装银员并没有按照规范去操作 本来应该在铁皮管道上 嘎一个长方形的口 结果它们只是图方便 是这样做的 接线从旧的控制器拆下来以后 接到深的控制器上 两根线接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固定好 旧的是Brandt原本的控制器 那么现在新的使用的是Honeywell的 控制器安装好以后 可以拽下调节钮 可以大概感觉一下 现在室内的湿度 因为你当旋转这个钮 听到咯噔响一声的时候 就说明现在室内的湿度 大概在这个位置 现在室内湿度 显示大概在60%左右 但是别忘了 这个湿度控制器 我们是刚从室外车上拿下来 所以它现在显示的湿度 有可能不太准确 设置控制器湿度 高于室内湿度以后 就发现 这个出水口已经有水了 电磁阀已经打开 控制器也工作了 新的控制器没有问题 接线线头也重新弄好 这样我们今天的维修就到此结束了 那我们今天的维修 主要是因为湿度控制器坏了 它根本就不起作用 所以更换了一个新的湿度控制器以后 就好了 这个湿度控制器的设置 厂家给了一个建议的湿度表格 但是我们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 客户一般会在40%到60%左右的湿度 会感觉比较舒适 当然每个人感觉也有些许的区别 那你也可以根据厂家的建议进行设置 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进水的阀门调节一下 让它刚刚开启 能出点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能省一些水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旧的控制器 用湾用表再量一下 确定它是坏的 那我们就用湾用表的电阻挡量一下 在其中的一个状态 显示是110千欧左右 也就相当于断开 因为要是接通的话 正常的电阻值应该很小 然后我们把它拧到另一个状态 听到嘎嘣一声以后 就是另一个状态了 这时候万用表显示的是无重大 也就是说 不管是哪个状态 这个控制器的两个端子 都是断开的 那就再一次确定这个控制器坏了 而新的控制器换上以后 也一切工作正常 我们看一下这个Brand加湿器 从说明书上查了一下它的厂家建议设置 我们放在下面 可供大家参考 另外 我们也把常用的配件放在下面 可供大家查询 如果大家需要 可以随时查询 当然 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它里面的这个滤网 建议在一年左右更换一次 如果时间太久 不更换的话 那它会烂掉 而且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 加湿器附近有漏水 而且有许多白色默默的时候 说明你这个滤网就应该更换了 关于如何更换加湿器电或滤网 请点击订阅 继续关注我们以后的加湿器围保专题 您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所关心的话题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如果您想更多了解某方面的专业信息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制作专题进行讲解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